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边再是电炮也好异议 黑方这里就平足砍炮带将 红方有平率或者选择上帅吃足这两步棋 如果上帅吃足 黑方直接叫居将 红方这手就得下帅 紧接着砍炮带将 逼着红方平率之后 这里只要一退区吃掉红方的高兵 下一步照头一将就可以杀起了 而红方现在根本没有仿杀的余地 双区又无从发挥 直接上了架肯定要败 那如果黑方平足将 红方平率也没有力度 因为这里黑方直接用居砍炮了 下一步拱足一将 又可以构成连将杀的机会 而红方现在当居滑将 根本起不到任何威胁 而且居要守住底边的内线 防止黑方的拱足作杀这一步棋 当BG黑方有双居三个竹来围角 红方根本是拦不住 铁定要败 所以绕了一大圈 相当于一上来红方根本没有防守的余地 只能采取进攻 那一上手第一步棋 如果红方炮将行不行 一旦这么走 黑方就撑似了 吸着铜墙铁壁 红方完全没有后续的一个手段 照样有一部紧底鞠的决杀 所以红方这里无谓的正手 也只能先平鞠来将 这么做的目的呢 就是破失一方挡个式 仔细一瞧你会发现 红方这里有个用居抗式 再次平炮将 送佛归电的机会 所以这里呢 红方也是正手 只能呢 抗式一将 逼这一方呢 上降吃鞠 因为中路有这个算面 所以红方可以平炮到内线来围角 那一方迫不得已 现在这样不能动 只能电鞠防守了 这里呢 红方就可以拱兵将来杀棋 这里黑方呢 破为无难 只能间接败退 红方继续拱兵 黑方再次下降 到时到了这一步棋 你会发现 黑方有鞠守住的底边下陷 到底红方呢 又该怎么走呢 你如果平兵交炮这样的话没用 黑方可以直接用鞠砍红炮了 好意义 所以红方呢 又直接拱兵一将 这一步棋呢 迫失黑方平鞠吃兵的同时 就可以卸掉黑方 近底鞠绝杀的这一步棋了 而一旦这么走 前面就有所不同 现在红方这一边再套一个炮过来 下一步近底鞠 照样是绝杀的机会 而反倒黑方现在鞠又抬不上来 因为一旦抬高鞠 我中路有双炮杀棋 必败 那这么一看 好像黑方只能等着败 因为加油不能动 抬鞠 动鞠也没用 但黑方这里呢 如果有机会平老将的话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所以黑方呢 会选择平足 来一将 那红方的摔右肯定要占据中路内线 所以只能上帅吃足 黑方再次弃足一将 现在红方呢 可不敢上帅吃足 因为一旦上帅吃足 黑方这里有霸王鞠的优势 直接砍炮带江 红方就得下帅 再次吃炮江 逼着你下老帅 一上帅 进鞠江就会是昏壁 但是你下帅也没有力度 因为黑方可以直接点一将 逼着红方的鞠来约队 对完鞠之后 红方仅剩一匹当马 铁定要败 所以刚才黑方这里呢 一平足过来 红方呢只能置之不理 先下帅再说 黑方这时候会发现 红方没有上当 你平足吃炮也没用呀 我进鞠又是杀齐 所以呢 这时候黑方 只能抓紧机会 平老将 待会谢江珠公 来杀齐 到齐面至此 你会发现 红方鞠江 肯定是照杀无果 这里呢 双炮有重发挥 你这时候呢 进马 进鞠一将 黑方呢 就直接上老将 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红方呢 很难有后续的手段 所以红方呢迫不得已 只能呢 先选择 用炮 踩掉黑方的鞠在说 那这时候黑方呢 会做应对 黑方现在呢 直接拱足一将 逼着红方走位 如果刷我平时 平均将就是杀齐 只能呢 刷我平六 这里呢 黑方这时候 直接用鞠吃炮就行了 下一步 砍炮带将 就是杀齐 对红方来讲 此局在这种局面下 十分被动 现在如果直接用鞠 守住这个炮的话 其实呢 好意义 因为黑方这里边呢 眼看你紧身匹马 根本呢 没有杀齐 我只要凭边路这个足过来 就可以构成闷杀 红方肯定要败 所以红方这里呢 要先下手为强 进鞠一将 黑方这里是不能垫鞠的 因为我回马一将 老家就得上了 平鞠吃鞠必败 所以呢 刚才呢 到了这个旁边 红方居将的时候 黑方既然不能垫鞠 就只能上将了 一上将局面就有所不同 现在红方呢 再次退居将 黑方讲 反倒被困住 不能动 为什么这么讲呢 如果这边直接下老家 红方回马一将 黑方必败 如果一方呢 选择上老家呢 道理也一样 我回马一将 黑方老家下不去 又不能平荡到雷线 平到左边有炮 平到右边 红方呢 掏底一将 又是杀齐 所以这一步棋呢 一走下来的话 黑方呢 迫不得已 就只能垫鞠了 道理垫鞠 其名不赦明朗 现在好像红方 泡马无杀 但是红方可以直接 硬着头皮 跟黑方的聚约队 把老家呢 给勾过来 现在呢 就形成一个另外一个局面 红方泡马 挑战黑方的三个组 这里红方要抓紧机会 抗士来一将 看黑方怎么应对 黑方这边 肯定是不会平将战中的 因为红方呢 一把平炮战中 你会发现 你过河竹呢 又没法过河 红方有向堵住了 你平竹过来呢 也无法叫杀 因为红方的炮 守住中路内线 黑方根本呢 无济于事 所以方这里呢 不会平老将 这时候黑方呢 会用将双离组 红方的炮 一直在这条内线上 腾挪 到我一叫马将 黑方老将也下不去 因为那我回马一江的时候 就可以退马 吃掉黑方的过河竹了 所以方这里呢 走得非常往强 先上将再说 一上将其面 还不是明朗 这里呢 非常考验红方 这一匹马的走位 红方的正解 应该是把马 跳到二路的那些 静观其变 那一方抓紧机会 平足过来 照杀 红方呢 这时候再次跳马 先不回马一江 就可以呢 点降的同时 踩掉黑方的过河竹 那一方这时候会做应对 如果一方这里呢 选择下老将 红方那这手 就直接 退马抓足 你这一边呢 拱足过河 我回马 一叫炮江 逼一方平老将 还是可以进马来抓足 那有些千会认为 我刚才呢 干嘛要动老将呢 对吧 你回马的时候 我拱足过河不就行了吗 其实也一样 我回马江的同时 黑方就得下降 我再次退马江 黑方一平将战中 我又可以呢 进马吃足了 现在黑方呢 这时候会发现 只能平江过来 继续双连住 红方的一个泡面 但是呢 也无济于事 因为红方这一匹马 可以巧妙发挥 进马一将 不管你是上降 还是下降都好 一直呢 要占据中路的那些 双连住红炮 当红方回马 一叫炮江 逼迫黑方平老将之后 一退马 就可以用这一匹马 抓黑方的双足 那一方呢 只能把足靠过来 但是呢 红方的炮就得以开溜了 待会呢 退炮之后 一跳马 就可以谋吃黑方 底边的双足 所以当我们回到 刚才的这个旁边 像待红方这一边 当回马之后 黑方这里 洞将跟洞这个过河足 其实没什么多大意义 只能抓紧机会 品足过来围剿 看红方足应对 先不拱底足 就可以呢 两步成杀了 但红方这一边呢 也是退马一将 黑方呢 不肯离开中路 得了一道 只能先下降 因为一瓶降 我直接毛泡杀起 到下降之后 红方竟马吃足一将 黑方呢 继续下老将 红方又是回马家 还是回到刚才的旁边 批破黑方平老将之后 紧接着呢 再次退马 又回到了这个点 直接呢 把黑方的双足给双链住 那这时候一方一瓶降 不就用双链住你的炮了吗 但红方这里呢 有个妙手 就是泰山压顶 黑方这时候会发现 你这一边呢 足又不能平 老将呢 也只能腾挪开来了 因为一平足的话 或者拱足 红方都有退马踩花心足的机会 就算刚才一方老将是在高处 我也可以通过泰山压顶 逼着一方老将腾挪下去之后 平降占中 但是呢 你一平降 红方的炮就得以开溜 现在黑方呢 就十分无奈 你只能动下走先骑 红方呢 就退炮来抓足 这里黑方呢 这一边继续 选择呢 动老将 红方退马抓足 你会发现 只要呢 用炮打掉黑方的足 一炮换双足 就可以形成当马情况的机会 那一方肯定是不乐意啊 直接拱足一将 红方呢 就上算 你再次拱足下来 倒是呢 其实 没什么多大作用 红方现在只要推一个炮就行了 你双足呢 还是被双脸足不能动 你只能动降走先骑 红方呢 就继续飞向 你下老将 红方呢 就暂时下降 相当于 黑方的足 牢牢被困 这一边呢 黑方继续动降走先骑 也无际于事 红方这一边 现在只要 选择一个跳马就行了 这一边呢 直接选择 把马往上跳 黑方这手 就继续动降走先骑 红方呢 再次跳马 黑方呢 继续动老将 我继续退马 相当于 黑方这个足 还是被困住 只能呢 继续动降走先 红方呢 就可以平炮吃足了 那双方这么一队 红方呢 就形成当马情网的机会 必败 那么这一盘长局 虽然说是一盘 红方的一个必胜局 但是其中最为关键的 就是在最后的结局 红方对于泡马的利用 是否得当 希望各位球有所接见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这个相级的 决楼